In the red 怎么做 基本上我们需要取得来源的范围 它应该是A1 也许到5 然后再来到10 它每5个 就是往右 我需要取得的 这个地方往右部分的话 是需要取得A1 A2 A3 一直到A5 所以基本上 它这个里面的变动 基本上前面一定固定是A 那会变动的话 一定是后面的那个数字 所以好特别注意 In the red 它可以用串接的方法 串接的话 原来的A保留 但是后面的话 不能用E 原来是这样 原来里面是E 我们要把后面这个数字怎么样 用串接的方式 end一个什么呢 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 这个end后面的应该加什么 那一样 观念跟那个color跟road 也就是说 第一个 当然你要去思索就是说 你现在在哪一栏 比如我现在的位置 可能我打个column 它现在的栏 可是我现在的栏 是在第三栏 所以它会取得是A3 A3不对 我应该是A1 所以必须把它减掉2 减掉2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 就会刚好是A1 那你打个按确定好了 假设我今天 确定一个 那底下这个先把它删掉 假设这样的 这后面也都没有 那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向右填满到G栏 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 前面五个应该OK 可是向下的话 OK 你会发现 向下 它会变成每一个都是 它好像不会往下 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是抓到同一栏 那你要让它往下抓到 往下抓 其他 有没有 再增加的话 那这个观念呢 实际上 有没有 也是跟刚刚那个 有点万年利那个类似的 也就是怎么样 后面必须加上什么 加上倍数 加上什么 倍数的话呢 那几倍 五倍 有没有 因为呢 五个嘛 如果也在向下 也就是说 那观念跟 那个刚刚那一题很像 我就先打个Raw Raw指的是 我现在在哪一列 第一列嘛 所以必须把那一列 第一列先剪掉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列的时候 不要加上五的倍数 所以我先把它刮弧起来 然后乘上五 这样的话 在这一列 它还是A1 可是 如果你往下的话 它A1 下一个会加五 就变六 再加五 就变十一了 刚好那个位置 对应的 就等同是在单栏的位置上面 所以特别需要 这个 为什么要讲这个 主要是 如果你刚好 你的来源 可能是单栏 或者单一个储存格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观念 你才有办法把正确的资料 放在对应的正确的位置 就是把单栏转成多栏 那以后不管是几栏 你就看后面乘多少就对了 OK 这个概念如果通的话 我慢慢确定 你会发现向右 向下 一气合成 再往下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没资料的话 它return回来是零 所以如果你要避免 这个return回来是零的话 那等于你就是多做一件事 怎么样 你就再把它做逻辑筛选 比如if 逻辑里面的话 if 它的那个 对 对